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一般我们建议是放在20分钟 另外针对于直播授课的教学资料 也跟课堂授课会有很大的不同 需要补充丰富的教学资料作为支撑 对于学生来讲 他在学习的时候 首先在进入直播学习之前 一定要进行预习 否则的话是很难在短时间内了解到老师所要抢出的内容 最重要的呢 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是要我们作为课堂 即使是线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有一定的仪式感 让学生能够全身贯注的 在这20分钟的短课里面 能够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和重视程度 另外对于直播教学最大最大的挑战就是 没有学生的实时反馈 所以我们通过语科堂 通过微信 通过视频会议 各种方式 希望能够建立起这种实时提问 实时回答的机制 在讲了一段之后呢 最好还是能够马上进行测试 这样的一种机制呢 可以让学生能够投入在 这个20分钟的学习里面 他会比较专注 因为完了之后他要测试 测试完了之后 通过语课堂 我们可以直接获得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行分析和反馈 再反馈给学生 这样我觉得就把直播授课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比课堂授课这个优势 又体现了出来 在课后呢 其实我们还要有提供答疑的交流群 以及检查学生学习 自学效果的一些机制 另外 线上授课呢 还可以提供丰富的 通过学习的资料资料 比如说我们的目的资源 以及大量的在经济课试 有了这些之后 我想直播授课 可能可以达到一些 现场授课 难以达到的一些效果 当然从直播授课来讲 存在着与教学相比 天天的一些缺陷 但是它同时也有一些先天的优势 我想我们在家里面 通过这样的一种 线上授课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 把这种授课方式的优势发挥出来 把这个学生的学习 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学学状态 这是我们在对直播授课 做的一些准备 我也有 Tik 성 待会之后 感谢 ERIC 感谢观看